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宣布参选2016总统 昨天首度露面 杨志良秀出随身攜带的国民党党政 强调自己是A咖 绝对不做副手 一定会参选到底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宣布参选2016总统后 首度露面接受电台专访 杨志良强调自己不是来乱的 而是要来拨乱反正 秀出随身攜带超过50年的国民党党政 强调一定会参选到底 也正炮抨击国民党总统初选制度 光是领表保证金就要200万 杨志良说自己打算拿20万现金取领表 其他的还要靠各界帮忙 对外界质疑杨志良出来选总统 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杨志良表示 高人指点的说法过于阴谋论 真的是这几天自己看不下去了 才跳出来选 一个党考成这个样子 像什么话 他们很多的盘算吧 对不对 那没人当胖灰 我做料化好了 但是我认为我是A咖 我不做副的 照目前这样子 很难赢 但是也许我出来跟小英对一下 可能我会赢 而一向感言的杨志良也让外界好奇 是不是因为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 白色力量的成功决定奋力一搏 杨志良回应是柯文哲学杨志良 我们都很喜欢柯皮了 因为他讲实话嘛 对不对 那我吃一架柯皮豆腐 他学杨志良这样可以吗 对不对 杨志良也透露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曾劝他独立参选 但杨志良强调 自己绝对不会脱党参选 而且一定会参选到底 对党内陆续有人表态参加总统出选 副总统吴敦一说 目前表态的人选都是A咖 他也表示尊重 至于是不是会领表参选 吴敦一不愿回答 记者利息朋友组台北报道